在80年代至90年代期間 疑科醫生都不斷提出警告 指瑤房嬰兒會對嬰兒造成傷害 瑤房嬰兒綜合症很多時更成為 一些家長或托兒人員被起訴入罪的理由 但是有最新的調查則顯示 處理這些起訴的方式可能出現問題 究竟是否真的有瑤房嬰兒綜合症 亦成為很多科學家的疑問 在星期一晚10點的26分鐘見證實錄 會和大家深入探討 看看這套學說能否經得起科學實驗的測試 可能問題有卻會好好理解